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昌明警方的表现实在是很难让全国人满意 通过这个事情让我们也明白警察为什么要抓嫖 以前我们不清楚 后来因为这个事情很多的微博 微信上都公布出来 因为抓嫖是他们创收的很大的一个工具 我在微信上看到一个说他的朋友 以前是这个继承的一个公案在市局盖 没有油水 后来他一直要钓到城乡接合部的一个派出所 钓过去他这个警察就非常高兴 为什么他就可以钓鱼了 就是抓嫖 抓嫖之后呢 因为这个嫖状之后呢 人们都照顾自己的脸面 不想留下这个记录之恩去留 就说你罚多少钱他就愿意承担 所以少得这个五千多的几万都可以 所以他就捞了很多钱 而且这个捞了钱之后呢 不可以发票的 捞了钱之后他就说 你过几天到我们那个公安局再拿来发票 但是你想一想谁敢再去哪 都很害羞的 所以他都是拿到自己的腰包的 他的这个朋友他说有一次终于钓到一个大鱼 就是抓票的是这个男的 是一个大鱼 然后那个说你千万不要把我去留 也不要给我做记录 但是价钱你随便开 他一张口要了八十万 哇 这个小警察一下拿了八十万 现在听说就移民到加拿大去了 得一次成为他们一个自负的图件 对 所以他那个这间习教房为什么很多啊 当然他们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第一天他们上面警方就把那一条街的习教房全都封了 四五家好像是全部 但平时他是一直开着 对 为什么他们不关呢 他是钓鱼的东西 他看着有男人进去了 然后一出来他就扑上去 就说你嫖娼 然后下一步就罚款 五千甚至一万 就这样搞 这个钱大家给封了 他就靠这个来创收的 所以就是说那个雷扬呢 可能路过 也可能去了之后随便说了几句话 出来之后就人家威胁他这个 要吃点嫖娼给罚款 所以他这个雷扬他受不了这种情况 我没有嫖 而且他也不知道公安有这个罚了钱就走 你只要给我钱我就走 他也不懂这个规矩 所以就是拼死的就是抵抗反抗 所以他就是来来搞 所以这个抓嫖这个事情呢 实际上是他们钓鱼的一个方式 现在这个正向已经大白了 对 所以说在这种所谓的钓鱼执法 对对对 苍米警方首先有这种钓鱼执法的嫌疑 对 非常明显的 然后为什么在全国引起那么的荒动 我觉得应该每个在生活在中国的公民 他有这种亲身的感触 对 亲身经历或者他亲友的经历 在中国可能任何一个城市的任何一个派出所 或者说在那个涉嫌的那个涉嫌场所都会发生这样一个执法的事情 你刚才警察接到那个群众举报 对 他就一直不说这个群众举报是什么 但是在网上一个文章就说这个举报嫖章的就是那个开法兰的那个老板 那个看主疗房的那个老板 为什么 嫖客一旦进来 然后你困难打费件什么 留下经历留下证据之后 那第一时间那个老板就给警察就打电话了 这个是 就说是是长得怎么样 穿一个什么衣服 提包特征都说了 他出来你们赶快抓 一抓一罚款 三期开分成的 那个老板拿可能30% 紧张拿70% 这个就好像是个产业链一样 对 产业链 但是这种事情其实不是 是今天2016年北京昌明警方开始的 是在中国可能已经持续很多年了 对 我记得在我应该是2002年没记错的话 是在我们湖北 因为我老叫湖北黄冈的 在湖北黄梅发生过 也是一个因为抓涉嫌嫖娼 然后一个教授是武汉理工大学的一个教授在陈树梁 然后是陈教授也是因为被嫖娼 然后被死亡这样的一个事情 但是闹得也很大 因为当时可能还没有社交媒体 我们知道 但是这个事情怎么样 我大概知道一点点 我还记得是 当时是陈先生的 他的一个父亲是过世的 他回老家是奔上来 他住在武汉 对 因为大学在武汉 然后事情也办完 上次也办完了 他就在他们县城的宾馆休息一天 第二天准备回武汉上课这样子 然后当天晚上他可能在步行街逛街的时候 跟那个就说涉嫌卖银人卖银女这样子有个搭讪还是怎么样的 具体的是否嫖娼 说实话这种事实最后都是证据不充分的 但是呢会也是跟被举报 跟刚才讲的套路一样 被举报 刚开始说是被那个发廊老板举报 后来又说是群众举报 他们很难就自相矛盾吧 然后有警察把他抓住 抓住之后因为陈家属 他认为他没有嫖娼嘛 对不对 然后反抗嘛 对不对 然后遭到暴打 然后也是这样死亡了 这个事情当时闹得很大 当时也是由他们学校的学生 然后去推动这个事情 社会关注 可能只是在我们湖北当地有一定影响 包括我们老家那个影响很大 对不对 但事情最后包括您说的一样 当地的派出所的上级领导 比如说黄梅县的县委书记 郑发委几套班 全部过来施加压力 反正最后就这个事情不了了之了 对 所以这是黎昂这个事情 等于是历史一次又一次的重演 等于是让公众其实很难很难接受的 对不对 对 是叫抓嫖啊 抓嫖甚至把人致死啊 这种事情在中国发生的其实很多 但可能平时的话 都是些这个社会底层的一些人 可能是一些本人有些污点的一些人 这样的话就是说 最后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这次呢 是一个人大的硕士 他还是个体制内国资委 下面的一个学者 所以这样的话 事情的影响就非常大 人们就开始把这个 这个警察抓嫖的这个黑幕给借出出来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窗疤 所以对于这个公安部来说呢 这个窗疤呢 实际上他们都清楚 但是解开之后呢 对他们的形象有很大的损伤 所以为什么他们这个各企的那些公安机关 一直在挺这个长平分局 这个蹲销回台的说 他们就担心这个黑幕给借开 除了这个抓嫖啊 钓鱼制法之外 再一个就是他们对这些 所谓的犯罪嫌疑人这种殴打 雷扬是怎么死的 实际上最关键是那个 他在带到那个宜兰车的小胶车上 刚开始带上去那十来分钟 把人压在那怎么窒息 但是他是跳出来 跳出来的时候 实际上他已经有内伤了 跳出来的时候 你看很多的观众也在说嘛 就是三个人骑在他的身上 然后这样搞来搞去 那个时候他虽然不断地在喊 实际上他的已经元气大声 然后把他又一次地搞进小胶车里 在那个过程中 又在小胶车里带了五六分钟 那就不知道发生什么 然后小胶车里再次出来的时候 人就全都探完了 然后这时候分到金杯车里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接近死亡 然后很快就拉到医院 你就看到整个他的死亡 跟这几个警察是完全有关系的 所以他的这种殴打 对犯罪嫌疑人的这种刑讯逼宫殴打 这也是中国公安的一个很大的黑幕 如果安安能够真相告出来的时候 会把这个黑幕给接出来 所以他这个整个公安系统 一直在捂这个真相 捂这个盖子 其中的一个原因 就是把这个刑逼宫的仇恶现象 想给盖住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各界都要发出声音来 除了人大笑语 我看其他的一些知识分子 包括一些艺术家 有个百名艺术家 搞一个戴涛打飞机的一个行为艺术展 这是一种讽刺的方式 打飞机怎么戴涛呢 这是明明的这个撒谎 撒谎到这样一个地步 连自己都不相信呢 还有一些这个时间点上的 那个他的有些时间的那个记录上 你就看到就是说 警方他是在明显的在这个 说说错 比方说警方说 他是主动的出警的 但是根据那个记录的话 他们是9点就到那个地方的 警察是9点就到那个地方 那个雷洋是人家是9点 他在联丝才能加密那个出来 所以他 他现在等了手术带兔呢 对 这个很明显 对对对 这个是出入是非常大 这种出入是很多撒谎 因为他没有这个真相的话 他肯定是要撒谎 撒谎之后他要 一个一个漏洞 对一个一个漏洞 漏洞摆出了就是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各界的力量出来 来这个见识真相 像人 我就觉得就是这次那个人大的效益 其实发布了很大的作用 对对 新华社有很多的和人大的效益 我们班呢 有大概三十 对我有关注到 新华社有发出一篇文章来 那个是那是决定性的 因为那个新华社那篇文章之前呢 都是疑虑的挺那个 尊销格派出所 对对对对 新华社舆论又转向了 新华社那个可能现在 尤其是北京那个新华社 我们估计一半是那个 人民大学的效益 我们班那个三十个人 有四个人就是在那个 分到这个新华社去 四个人 还不包括那个地方上的那些 所以他们这个 出于这种效益的同情啊 出于这个正直啊 追求良善的这个心啊 他们肯定要发出不同的声音 所以那边文章就说 就算他有道德的瑕疵 他也要死的明白 要还会这个犯罪嫌疑的这个权利 而且警方你一直这个 避论就轻啊 就说是人家是嫖娼 但是人家怎么死的 你要这个描写清楚 我们不想知道 他怎么嫖娼的 想知道他怎么死的 所以这个人大的逍遥呢 就是说会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 其他的这个 我看那些律师 最近有二十个律师 又发言 对 陈导海律师 出面就说这个 来控告这个警方 他犯了哪些哪些罪啊 非常专业的分析 对 因为这不用这个其他的调查 就从你们自己讲的 就那个新允锐 对对 他在电视上讲的那些东西 就可以看出这个漏洞百出啊 是 就可以看到你哪些方面有犯罪的 还有他连续发的这个两个微博 也是这个前赴矛盾 对对 非常的这个 你就看到他是 完全是这个在非法的制法 对 其实这里面我想起了一个细节 就是说 关于黎阳的真正死因 对不对 在大概是5月8号的晚上 那左右那个时间 互联网上出现一个视频 是疑似黎阳那个青年男子 在被戴手铐的前提下 被疯狂的惦击 对不对 然后发出痛苦的惨叫 对不对 这个视频迅速在互联网 他因为发视频的人 并没有说那个人是黎阳 那大家怀疑 可能是路过的那个群众 用暑机被他拍了这段视频 对不对 很像吧 对不对 又是又是晚上 又是戴手铐 又三四个人 围着他用电机 对不对 而且又是 对不对 那 整个社会关注的非常大 那个视频可能有几百万了 甚至更多的点击 但是那个视频 他的太太就说了那样 他就说那个 所以穿着衣服上来看 不是那个 好像不是 有说 但是这个事情很奇怪 很快北京警方就出面否认 他说那个视频不是黎阳 我要追究那个发视频的人责任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 我倒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 好 你这么快查出来 那不是黎阳 对不对 那我作为公众想请问 这个人是谁 对对对 他不是黎阳就可以这样被电机 就是这样打成这样 再失去任何反抗能力 紧张没有任何威胁的潜力 你还这样电机 是往死里整吗 对对不对 就像你刚才讲的是行星逼供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这种事情告诉公众是什么呢 这是在中国是普遍存在这种现实 不是黎阳你们就可以不管吗 你真的调查过吗 对不对 公众安全感从何而来 对不对 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 中国的警权过大 权势凶天 以前的各级的政法委的这个书记 都是这个公安局局长 都是监的 以前那个公文部部长周永康 对对对 那个政法委书记 周永康时代那个警权是盘战的 就用周永康因为这个贪污犯罪给抓起来了 但是他的这个遗毒啊 现在还没有清楚 所以真的希望这个习近平他不是说依法治国吗 首先要把这个周永康的这个遗毒啊 这个铲除的这个角度来出现 来把这个依法治国的事情来推进 为什么 因为警权过大 在周永康的时代是已经是顶峰了 但是后来周永康出事之后呢 政法委书记公安部部长就不肩了 现在是那个 孟建柱 孟建柱 公安部的是另外一群人 但是警权还是非常大 因为警权比这个 中国比称为是刀把子 就是政权的这个刀把子 就是军队是枪杆子 这个公安就是这个刀把子 维护他的政权呢 有很大的作用 所以他一定要权力的无条件的一个支持 所以搞的这几年呢 让这个警权无限的这个扩张 然后这个老百姓身受其害 尤其底层的访民啊游民啊 但是我们雷安的时间看到 就是不仅底层的人们身受其害 连这个中产阶级 连体制队的这些官员 这些精英也都身受其害 所以下一个雷安是什么 下一个雷安是谁 下一个雷安是谁 所以这句话实际上大家都指向 对这个警权的这种 无限的残害人权呢 表示非常的人们的愤恨 所以现在的话就是要缩减这个警权 对 你在合法的范围里做什么 对对对 你警察这个权力一定要受到这个 最起码在这个婚间法律系统 受到检察院的这个制约 你这次这个昌平的这个公安 他犯了事情 敦销口派出所犯了事情 但昌平分局他就停 昌平分局他肯定会影响这个昌平检察院 所以叫昌平检察院去监督昌平分局 那这个是这个叫什么东西呢 这个肯定是没有结果的 肯定是应该 最起码应该叫北京市检察院来 而且北京市检察院实际上 也还是在这个系统里 可能说不定中机委出面 才是有可能解决的 但是这个事情 现在有最新的证据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立案的家人 也向北京市检察院提起收送 对不对 希望立案审查那个 当时的几个警察 这事情现在在持续的帮助 刚才讲了一个警察过大的问题 就是说上级公安部门 在为昌平警方 当地的东小国派出所在避书 对不对 你觉得是维护他们一个 一个整体的形象 对不对 我觉得首先我们暂解 不论这个事情是对是错 他们一个思维的惯性 另外还没有这种可能 就是说警察的权力过大 其实它不光是中国的问题 在全球是一个问题 那中东我们前几年 像卡扎菲政权 对不对 他们警察权力也是非常大 甚至在美国 大家知道美国警察的权力 也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刚才讲了 巴尔蒂摩发生这个事情 对不对 对 警察权力大是有 对不对 警察为了 因为他维护公共治安 像美国警察随身都持枪了 对不对 如果有嫌疑人 他要调查的时候 你如果比这鼠 没有放在明显的位置 你在掏什么东西 做一个什么掏什么动作 他可能 他可以掏枪开 向你射击 对不对 因为他觉得会保护他自身的安全 那就讲警察权力过大的问题 全球都是这样子 对不对 那美国他有一个自我的纠错机制 当某一个警察因为他个人原因 犯了错误的时候 他会受到一个 首先是舆论的监督 对不对 然后整个司法体系的监督 对不对 然后会承担他 应该承担的责任 他不太容易会犯过任何一个坏人 或者犯错的人 但是中国可能情况不一样 刚才讲了 14年前的这个陈树梁教授的案件 对 当时警察 对不对 说不定现在已经生官发财了 对不对 包括您刚才讲的那个案例 输了人家80万的罚款 都移民了 对不对 对不对 这种事情 他是不是个案 绝对不是个案 对不对 那通过这个理养 这个事情来说 可能 要整个社会 全社会都一个非常的警觉 这种警察权力的过大 对不对 会给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那在中国可能 不光说是维护公共治安 警察可能还承担其他很多的 一个维护 叫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责任 这维稳维稳 他就要靠警察去了 对不对 比如前两天 在湖北江苏 这样一个 因为 减召这个事件的一个现场 对不对 有很多警察出现了 在比如说任何一个 比如说拆迁也好啊 或者说在其他的 可能觉得影响社会稳定的这种 群体事件的现场 警察都是在第一线 各种警种 对不对 包括特警 武警 对不对 都会在第一线 所以呢 当国家财政它不足以支出 这么庞大的一个警察力量的时候 但又需要那么多警察 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时候 这个巨大的缺口怎么办 自己创收 对 他们可能有这样一个灰色的操作空间 它是在合法的情况下 包括他抓嫖娼 是不是合法 有这个治安管理条例 他去执行这个所谓合法的去创收 这个权 这个事情 公众怎么样去制约 这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 他不光说维护他的个人形象 他可能 可能背后还有一些内在的逻辑 作为公众来说 我们希望 通过这次黎昂事件 对不对 持续的关注 不能像以前一样 比如说像之前的陈述亮一样 或者说 大家知道前段时间 魏哲熙一样 事情热脸三五天过来 就忘了这件事 黎昂事情绝地不能忘记我们 对不对 我们要等他 他现在说15到20天 出那个事件报告结果 公众一定要看到保证那个结果 公正公平公开 让大家接受 然后当事 当事人犯错误的人 犯罪的人 一定要受到惩罚 对不对 这样才能 才会赢得大家的一个 一个重新的尊敬 要警察 是不是本来是一个很高尚的职业 对不对 但不能形成一个 就是警民对立的关系 对不对 那大家知道中国一直在尝到 就是说 依法行政 对不对 对不对 依法治国 那现在黎昂事件来说 既然引起全国舆论这个关注 我相信就是北京警方呀 还是整个公安部呀 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必须得公众一个满意的交代 对 不然的话 未来可能是一个更糟糕的开始 对 说起这个依法治国呢 习近平上来之后特别强调 在美国呢 考虑公民的话 有个题目就是 什么叫依法治国 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政府要受罚 在中国的依法治国 好像是老百姓要受罚 在美国他知道依法治国 首先是你政府要受罚 你公安要受罚 你这个制法者要受罚 这是依法治国的最核心的东西 对对 所以他这个唱片警方 顿销哥派出所说 你作为制法者 你首先要受罚 你犯错 你必须要认错 你自己犯了很多的罪 你必须要受到这个法律的这个陈处 以前那时候 在中国这种事情是太多了 你讲到很多的这个陈教授啊 他们很多的这些事情 还有那个温州的那个前用会那个村长 对对对 他也给无端的给汽车压死了 那个很明显 因为他跟那个地方政府有土地的纠纷嘛 但最后他们搞来搞去 所有的证据 都有利于警方 不利于那个受害者 还有那个许重合事件 还不是这样吗 他比这个警察给打死 最后所有的证据视频 都是对这个警方有利 对死者不利 你就看到他就是 举一个全国的力量 在维护一个火车站的小警察的一个形象 这样的话 就是根本跟依法治国是背道挨斥的 对对对 必须要坚守一个依法治国的这个原则 把这个当时周永康留下的这种警权过大 警方的这种权势凶天 无法无天 这种现象 要从这个雷扬事件开始有一个转折 我相信会有一个转折 因为雷扬的话 还不同于那个前雲会 他是一个小村的村长 还不同于那个许重合 他只是一个访命 那时候只是一些这个底层的放民 维权人士在呼吁 现在我们看到 就雷扬事件 整个体制内的这些官员 这些精英 以人大校友为核心的 这个社会一样给动员起来了 这是非常强大的 甚至网上说这个 很多的大学生呢 都在等待这个 意见的这个事件的这个报告 一旦事件报告 这个脱离这个证实 那这些学生所有都起来了 那个时候大家说 我们就是未来的雷扬 那我们起来不抗争 那下一个就是我们死啊 所以就是说 要这个 我觉得这个重要的高层呢 他一定要在这个事情上 要搞清楚 一个是他们要确实 认认真真的来 真实的来 考察这个事件的一个报告 再一个是他们要 站对这个方向 不要一味的袒护这个警方 警方 其实跟他们干了很多的坏事 丢了他们很多脸 污染了他们的很多的政权的形象 他们应该站在人民这一边 站在这个人大校友 站在这些有扬知的知识分子的这一边 来公平的来处理这个事情 我相信雷扬事件呢 会有一个转折 会朝一个 依法治国的一个方向 埋出第一个台阶 是 谢谢 我觉得雷扬事件 应该说是中国 现代社会进步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我们会持续的保持关注 我们也希望雷扬事件 也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 一个焦点事件 标志性事件 谢谢收看本期评论 下期再见 我是媒体人 坚守梦想 不忘初心 我也是企业家 十年上海 窥斑见爆 我是经济学者 研究趋势 洞悉未来 我也是时评人 剖析现实 绝不妥协 跨越太平洋 视角或许不同 我是秦伟平 我在美国华盛顿 为你评论 在美国华盛顿 也不必定 到美国华盛顿 小艺 它的那种 非常努力 做呢 第二次 要加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